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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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专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至于张艺谋也和合作多年的事业拍檔 张伟平反面及婚家 除了电影之外 合作拍摄电视剧 也会引发很多不和和是非 蔡兆芬因为与业翠翠在拍摄金枝肉叶二的时候 因为频频NG而产生不满 两位当家花旦陈法拉及陈敏芝 因为拍摄剧集东西攻略而恼不和 有报道更话 兩個人就鬥度期和鬥遲到 兩位在劇集宣傳的時候 當然黎牌否認 兩位好戲之人鄭則是黎耀祥 都因為拍劇而鬧不和 不過要數最經典不和事件 一定會想起2003年 余文樂和陳冠希 在一個樂壇頒獎典禮發生撞搏事件 還有兩大大姐汪明傳和沈殿下 都曾經傳過不和 到底這些不和事件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法官看到了 其實翻查三個月的娛樂報紙和雜誌 不和的事件真是多不勝數 除了工作關係之外 親戚關係也會全不和 就像朱葛梓和陳法拉就是表表者 看不和的新聞 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究竟藝人不和是真還是假 首先當然要問一問 從事娛樂版記者和狗仔隊的成員 春麗 你覺得這些不和事件 很多時候你們會拍回來的 為何你們會拍到呢 拍的時候你真的收封才拍 但真的還是看得到才拍呢 我想其實這些新聞真的有很多 本身除了他真的有很多競爭 還有旁邊很多人看了 就會放一些風出來 這些是收封的 也有很多收封的 小文就不知 小文 你是做記者的 為何收到封呢 人們是誰和誰不和 這些撞搏事件是後台 撞搏事件親眼見到的 有清眼見的 因為當時是上巴士的 就是藝人跟藝人 在記者跟藝人上 當他們上的時候 兩個人已經有點退狀 因為粗口已經說了出來 先講粗口 先講粗口 有講粗口 然後才臨上車前 就再撞搏 誰撞誰 無所謂 只夠民一單 是 誰撞誰 是高大一点的撞人 高大一点的撞人 两个都差不多高大 有本钱一点的撞人 有本钱一点的 即是运动很强的那个 余文乐就撞陈冠希 是 总之有初后 谁先撞谁也是不对的 但谁先说初后 好像是陈冠希 这个世界你不去撩人 别人也不会撞你 新闻就是这样来的 但你这么细子 我看了新闻 从走几多步开始撞上去 说什么粗口你就知道了 不是 他在后台已经在骂交 其实很多人都听到 因为其实骂交没什么的 声音就大 声大自然也是望 骂交没什么都想被人知道 我想知道 你们在现场 当年骂交是不是为女死为女亡 是 没错 没错 我想知道是为谁 我也不记得了 为阿嬌 真棒 阿嬌真是惹火 你小心说话 下一个前例 除了亲眼见之外 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些 别人害怕的事情 收封 即是你们的收封位 我试过一次参加某个电台的 一些日光计划 当时其实天气热到不得了 唯独厕所有冷气 当时我在去洗手间 我去的时候 听见有个女星 是玉女 就是港粗口 骂另一个艺术 是玉女说粗口 对 骂另一个艺术 臭什么 为什么说她臭什么 可能她真的臭 可能一局 天气热 是说她摄位 说她摄位 摄位拍照 她原本应该站在很中间位 就是臭什么 就摄了别人的位 是的 然后她很生气 因为她跟着助手进了厕所 然后我就立刻出去 出去之后 看到那个 港粗口的玉女 出来之后 就展触了太阳衫 然后被她骂臭什么 然后就去厕所 又剪了衫 之后 以后电台搞活动 就不让人剪了衫 哦 不让人剪了衫 这件事很容易搜寻到的 OK 两集之前 我们登过这些照片 两个剪囊衫 我知道哪个 根本知道了 观众知道 看两集之前 就一定知道哪个 我这么不心想想 当然了 我记性好 好了 过往说到不和 最近也有新闻 就是艺人的经理人 传同对方不和 而整单新闻就是 就是张子燃 就说疑似 疑似伴兵兵的经理人 就传出这些新闻出来 就说他不和 但是这些经理人 会不会帮忙 去制造这些新闻出来 那我就不可以代表所有的經理人 但是以我自己來計算 我就是不會放料的 我只會爆料 還有我會說真相… 有分別 喂 這兩個字有什麼分別 放就是不小心放下去 直線的 爆我真的很直接地告訴你 OK… 其實… 擺明是要做你的 擺明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上這個節目一樣 我們一定是說真相的 我通常都是說真相 給我的記者朋友手足知道 我只是說真話給你聽 但我當時在做某個雜誌 有一個經理人 就把我們的上司夾一件不和的事 最後令到那個組合 搞不成一個陰謀 搞不成一個復合陰謀 因為知不知道為甚麼 稍後我有很多證據 為何要砌低對方 娛樂圈不是你死就我亡的地方 經理人如果夾了一些資料 砌低對方後 他便可以上 所以這件事我都要問問連博士 連博士有些人就說 他們記者最喜歡在收封位收封 廁所 服裝間 餐廳 為何人這麼喜歡在廁所說別人的是非 心理上有沒有能計算的 當我們去到廁所的時候 或是洗手間或是廁所 我們覺得是很放鬆的一回事 是一個很私隱自己的地方 除了下面放鬆 上面都開始放鬆 整個感覺 整個感覺 都找不到上和下 OK 所以我們簡單一點 回到家後會唱歌 覺得沒有人聽到 當我們去到廁所的時候 我覺得跟我一起進去的 一定是朋友 我跟他在一個這麼隱蔽 這麼私隱的地方 說一些很私人的事 是理所當然的 我沒有理由走到街上說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在裡面的消息會更多 所以就收到封了 我再想問 通常說一些不和的新聞 給記者聽 一定是有第三個人的 對方不會說的 那為何人要跟記者說出這些新聞 他有甚麼得益 他心態上有甚麼心態 得益未必一定有的 只不過我好像比你高高在上一點 我知道多少少少你不知道的東西 你要知道你來找我 我形成了每一次這個人 想知道一些資料的時候 就會問我 可能我真的沒有好處 只是我覺得我喜歡那種感覺 告訴我很開心 是一個優越感 會有 是優越感 即是知道獨家內幕是一個優越感 我告訴家庭觀眾 一定看這個娛樂審四季 一定很有優越感 永遠都知道真相 再問一下 這個問題 就想問一下你們狗仔隊 究竟你們收到封之後 如何去捕捉那些人不對 你們捕多久才捕捉到他們 視乎那些資料有多真實 基本上很多時候 其實 你說真不真 其實我自己經驗是一半一半的 通常傳出來 基本上已經是 這件事都很多人知道 特別是一些 譬如劇組 譬如你為何拍電影 拍劇會特別容易 因為在各場景裡 每個人都看到整件事發生 傳出來的時候 根本上要拍都不難 完全不難 總之知道A和B不和 你就慢慢暴露就一定了 如果你說拍不和 是比拍緋鋪密容易 即是說難度 接下來下一節 我們有更多藝人不和的證據 在這裏和100台的嘉年觀眾說 同步直播到此為止 稍後回來 102的嘉年觀眾可以繼續娛樂審四觀 下一節有更多猛料 不要走開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娛樂審四觀》 這個年代最重要是真相 而今天審的題目是 藝人的不和是真還是假 麻煩我們資料員周涉 幫我們搜尋一些證據出來 最重要是證據 麻煩你 是法官 有相有真相 我找到一些藝人不和的上面 很值得情給大家看看 Hi TV Search 藝人不和的照片 好了 看到葉麗儀和陳潔玲 存在一段時間 我想問一下這張照片 為何你們 例如春麗 拍出來就好像 葉麗儀沒有甚麼 陳潔玲就很不妥 嘴又瞄了 眼睛又繞上去 是你們刻意營造成這樣 所以登上這張照片 還是他們真的現場是這樣的 所以周涉說 有相有真相 這個是可以是假的 是假的 因為相片我們都會做的 做的 做就不是叫他 叫他帶點好事 而是譬如正常流程 譬如我們攝影師收到 上台訂單 今期說他們兩個不和 可以收拾他們兩個不和的照片 我們就自動播去記者會 他們走近鏡頭 假設他們兩個好朋友 他不會讓你拍到嘴唇 都一樣可以拍到 因為在鏡頭上 可以有些角度或方法 譬如 當這件事是他們沒有不和 我們收到我們要做一張不和 要做一張不和的新聞 我們要有照片 然後我們會去到現場 盡量用鏡頭 可以在一個鏡頭裏面 看到他們兩個 譬如舉例 他們兩個在整個記者會裏面 他們各自各地和人聊天 可以拍一張彎稿 證明他們兩個沒有走近過一起 如果當他們走近了 然後我們再捕捉 就是他們兩個聊天 然後其中一個可能動作大些 譬如這張照片 譬如陳潔玲她動手 她的手在動手 而我們就捕捉她說話的時候 她的嘴唇歪了 就說她很不褻地和葉玲儀聊天 說秒了秒褻 在照片上可以這樣做 譬如我們的鏡頭可以 譬如這張是覺得 我們說葉玲儀比較備用 是陳潔玲挑釁性 我的鏡頭可能移到陳潔玲那邊 有一個主客 低炒 是可以做一個氣氛報告 但你們還很聰明 其實這張照片的真實 其實還有肥媽在旁邊 但你們會剪掉它 因為你覺得這件事不關 只是想說那些兩個不和 就會這樣剪掉 所以這張照片可以是真相 亦可以不是真相 好 看看下一個證據 麻煩資料員周遜 好 下一張照片就是 拍攝烈火紅心衫 鄭家榮和王喜鬧不和 我們看看他們的錯位 挺值得研究一下 剛才那個不和 我相信是假的 純粹是製造一些新聞 這張呢 這張我在這裡 你在這裡嗎 我每個活動都在這裡 即是有相有真相 有證人有真相 我想聽了 其實這張椅子是沒有貼名的 我記得那天是沒有貼名的 是他們自己說要埋位了 他們那些公關就 他們進去坐 他們自己坐 誰先坐 誰先坐 很重要的 當時是陳隱薇和鄭家榮先坐 即是坐了這些隊 很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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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兒還在做訪問 還沒有走 但當時阿喜就不去 後來他坐在旁邊 即是現在他坐的位置 他就說 幸兒 幸兒 過來這裡坐 然後幸兒才坐到那個位置 他就說 是不是有這個女生坐在這裡 是否特別漂亮一點 是 那真是不和 你是不去 是 整件事聽起來是怎樣 因為第一 如果喜歡 即是大家是朋友 坐在旁邊 就沒所謂 即是假設有人 一定不喜歡坐在有人旁邊 所以就算這些椅子都排了 我們平時都會 你坐了之後 我問你怎麼才可以這樣 一個人就去 就可以擋住 是不是 好 好了 這個不和 挺容易 這張呢 這張沒理由 有無端的叫了 黃宗澤去拿證件 這樣 這個 那時候 就是大家一起搬一個 這樣的桌子 去宣傳這個劇 何時開 但本身那天 阿嘉穎就沒有什麼 大動作 只是因為監製 又是叫Amy 黃新衛 對 他無論如何都拔住阿喜 站在旁邊 其餘那兩個 只是普通地走過去 他沒有特別 就是要特意放Bosco 在中間 這張照片的真相 是比較出現的 這張照片 是比較出現的 對 女孩子坐在那裡 好 好 我想有八卦的問題 問一下你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堅還是留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 因為幕後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我聽到是堅 堅 他不是堅還是留 你說堅 我說堅 你說堅 我不是卡爾 你又說堅 就是沒有大哥馬房 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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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家穎就是 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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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某程度上 他們本身 如果他們是男女關係 如果傷害 他們一切都不能結婚 就是 拿貓與豬 哦 我想問一下連博士 是否藝人 拍一套劇也好 拍電影也好 經常有很多不和 是否去到那麼高 那麼大才會傳不和 即是不會突然間一個 紅一點 一個根本就容易打六 根本就不會傳 是否大家的心態上就是 我根本就不疑你 我和你不和都可以 這樣 會不會有這種心態呢 當然了 如果你隔得太遠的層級 根本就不需要理他 當你在差不多層級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付出那麼多 你付出那麼多 為何你拿的東西會更多 或者我根本比你更好 沒有理由你和我一樣 有收穫 這個就一定會有不開心 即是在利益上 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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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人家賺你 賺多點或少點 都會一樣有的 是 我想問一下 是否搶東西 即是現在這些不和 藝人很多都是因為搶東西 搶孩子 搶女兒 搶地位 搶身份 如果那樣物件 種類是比較少的 我們要搶呢 一定要搶到 會有不和產生的 但如果物件 種類比較多些 這個數目 大家不需要去爭 每人都有分得到 那就好些了 但如果我圈好像 那些人很喜歡搶東西 因為你男主角 只有一個 所以要去爭 但如果一套戲有幾個 那份量都完全 那剛才你說 如果大家都覺得 我才是男主角 有些時候 譬如娛樂 有很多桌下交易 那些不勞而獲 但我又不服氣 即是它裏面 是否這些心態 會特別 令到那個不和 因為太多有潛規則 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所以這些 很不明顯 很不明顯 令到我們會覺得 有太多的可能性出現 所以我們會嘗試 用很多不同的方向 或者方法 嘗試轉入裡面 拿到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問一下廉博士 一件事 由小到大 家庭觀眾都可能嘗試過 如果一家人裡面 有弟妹 有幾個人的話 都會爭寵 爭寵的意思是 爭爸爸媽媽的寵愛 但因為想爭到 會不會說謊 即是說其他兄弟姊妹的壞話 這個會 一定會 會 我做一些特別的事 是其他兄弟姊妹不做的 我會突出來 好的一得 不好的也可以 可能我的聽從更多些 你不斷罵我 其實是跟我溝通的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聽到一些新聞 譬如 A就說 B 難以處理 經常遲到 B也告訴你 麻煩問問你自己 那你就遲到 即是不停是揭殺穴 為何他們娛樂版的記者 這麼喜歡 因為他們會說話 根據真不和 就不停會說對方 這些就好看 好聽 好聽 好看下一張 是結婚方程式的劇照 但其實法官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們三個在地位上 其實都有差別 但不和是甚麼 為何要爭取不和 你說如果地位上差不多 那應該就是 騰麗明和雙天娥差不多 沈卓瑩就比較新人 沈卓瑩很少可 就會夠膽死 夠膽死 我經常都覺得在這行 夠膽死和雙天娥不和 要不就不混 越級挑戰 越級挑戰 有人撐腰是真的 有人撐腰的意思 誰撐腰 我想聽到甚麼有人撐腰 有人撐腰 假設 因為我幾個都很熟 假設如果騰麗明想雙天娥死 那就要再找沈卓瑩 落多兩錢讀 讀一讀 是嗎 一個不夠說 多說幾個 最好聯同所有劇組的 胡風 謝雪森 一起讀死 雙天娥為止 是嗎 可以這樣說 是 可以這樣說 是 我只是假設 不用太害怕 雖然這裏要知道真相 也有假設 不用的 其實發哥你也挺厲害的 你推敲得挺好的 我當然 我要告訴大家真相 剛才我說的全都是真話 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兩位港者 上星期也有提及到選美 兩位都是一些冠軍級的人馬 他們經常都貌合神利 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可以推敲到一些東西嗎 我想問一下 OK 這張照片是春麗 春麗 郭善妮 是擔高的頭 她坐坐可憐 楊思琦坐坐可憐 整張照片 他們兩個傳不和 傳了很久 這張照片構成的圖就是 郭善妮 你們很喜歡那些叫什麼 二次對白 我懶得理理 是不是 她說我很可憐被人欺負 我看這張照片 就是得到這個結果 是不是你們想拍的效果 其實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設定一些 除了真有其詞之外 如果真的要去認出氣氛 其實會找到一些角色 譬如像楊思琦 她的感覺是會比較錯錯可憐 其實基本上她的感覺 都是沒有什麼人支持我 有一些是強勢一些 有時候這些位置也是令到 我們的氣劇性會更豐富 當然不是 我經常都告訴你 這是真相 這個我現在真的說真相 你們這些記者 兩個根本就不喜歡一個 不可以 在那個時間 但某人是存在做狐狸精 你們想害怕她不死 不如做多一宗不和 她應該死多兩千重 就是這樣 你首先要明白 記者和記者都會有不和 所以不會全部的事做一宗 我和她都是不和的 我知道 所以你的說法是不對的 不會全世界的記者做她一個 因為各自各有她的支持 要這麼說 當時她們拍的那部電影 是說三個女星 是 即是做警察 好打得的 那三個的氣氛 其實當初是差不多的 是 但是其實這個位置 少了一個蛇絲曼 是 因為當時蛇絲曼和郭帥尼 覺得有什麼理由 一個新來的女演員 氣氛和我們差不多 於是乎兩個夾雞 其實就不太理會她 因為這個緣故 慢慢慢慢 監製知道有些不對勁 都真的搞了 那就是蛇絲曼很聰明 傳了郭帥尼和她說 是真的有感到的 那是蛇絲曼 退後了 但是就變成郭帥尼和 你現在才知道蛇絲曼很聰明 蛇絲曼很聰明 我讚蛇絲曼的 是 我很喜歡她 很好 又聰明又漂亮 三個都很聰明 好了 我問問了 好了 博士 問問心理 記者看這一宗 她是一個強人欺負一個弱者 其實郭帥尼是輸的 這宗新聞 如果只看這張照片 加上她的記者 有一個閱讀者 是會覺得 真是我一個人欺負一個新的人 這個一定會有的 如果只有一張照片 那反而舊那個是會輸的 會的 是 欺負一個新人 欺負一個楚楚可憐的人 是不是 那一定會輸的 除非有其他故事 告訴我原來有什麼 我可能有另一個看法 如果只有一張照片 就一定是說舊的人 那他們在這張照片上 算不算同身份 不算一個新人一個舊人 是一個新人一個舊人 很少可以越級去欺負一個人 正常是有能力的 欺負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們看完這張照片 加上這張照片 就覺得 舊那個人在欺負一個新的小妹妹 會替小妹妹不值 但小妹妹會成長 有一天小妹妹成長之後 小妹妹炸死也很厲害 你本人是否很討厭楊詩琦 我不是 我從第一集開始 你不討厭她 我很疼她 你很疼她 對 真的很疼她 但她真的炸死炸得厲害 我想聽 既然我差不多要去講過 我聽了這個 怎樣炸死炸得厲害 其實是她 不是我 她才是在16歲 阿火動 我要聽真相 上了你的節目 他很好戲 真的很好戲 做得氣當然很好戲 所以她由台前到幕後 都很好戲 是 是 是 台前和幕後 是的 說謊又是不眨眼 不是 她偏生的樣子就是受害者的樣子 她做不到欺負人的 你們記者根本就已經擋著楊思琦 沒有 沒有 絕對不是 Caption其實是另外這樣的寫法 因為郭善妮擺出來的勢力是欺負不到她的 是 有很多人是欺負到的 現在他們就是欺負人 我沒有欺負郭善妮 欺負楊思琦 我就幫楊思琦 回來了 家庭觀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聽聽到的資料搜集員說 有一個叫做King of the Gossip的人上來 歡迎大家回到娛樂審四觀 審出真相 今天的題目就是 藝人不和 究竟是真還是假 除了我們一班專家之外 還有網上的陪審員 看看網上陪審員有些甚麼要說 Hi TV Search 微博 先看看Winnie的留言 她說藝人之間競爭就不能做朋友 正所謂同漢與敵國 大家是敵人 不和 當然是真的 看看下面另一個網上的留言 就是叫貴小文 她說一定是假的 很多人都認博宣傳 加上真是不和的人 就會影響自己的聲譽 這些是網上陪審團的說話 亦有一班專家 剛才在上一節也說過 有一個King of Gossip 重要證人上場 就是講不和的事件 麻煩你請他出來 好 我們先看看他的資料 Hi TV Search 梁思浩不和 今天的King of Gossip 就是我們的法官梁思浩 他在1986年加入無線電視 飾演一個洗米畫的角色 而爆紅 不過他跟劇中飾演他哥哥的藝人 溫少林就傳不和 自此就踏上和藝人傳不和的不貴之路 要找他不和的資料 非常容易 輕易就可以找到49,800個新聞 老闆 你怎麼解釋 四萬多條 誰知道這麼少 你有沒有做青藝不和 因為互聯網未有之前 他已經在不和 所以不止四萬多條 那些搜尋不到 你的人是不是很難相處 他會檢討你的生活 會 那麼多人有多少是真的假的 是否一定要說真話 當然了 有哪些人已經做不到 能否成熟得起說真話的結果 我不是成熟 因為我成熟而已 好 看回剛才的不和事件 我逐個解釋 你們問吧 不要假裝審人 你現在審了你 你現在假裝什麼審人 首先問溫少林 你們敢問我 我敢說 跟溫少林在拍劇的時候 剛剛入行 就是一個洗米畫的角色 一個高一個低 憑什麼令人不和你 主角可不和呢 溫少林 不要再生我了 我現在說真相 整件事我只是說真相一次 第二個電視我未必會說的 好嗎 當年 我們兩個 原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原本是 原本 但是當一個電視劇 連博士可以聽著整件事發生 當一個電視劇 當溫少林會覺得 是電視劇裡面最紅的那個 相反不是的時候 他開始對我有仇恨了 就是一個叫香港電視的封面 當年香港電視的封面 是相當難做的 我還記得是1036期 OK 電視台打給我 叫我拍封面 我就拍了 而且我也不止一個封面 我拍了七八個封面 拍多一個封面而已 但這個世界永遠不和 就是什麼呢 其實整件事 由那天開始 我都覺得我跟他很冤枉 因為原來公司電視台 是叫他拍了1036期的封面 之前已經拍了 突然之間 不知道電視台為何叫我拍 我就拍了 我當年是懵頂來的 是不是 我記得我就拍了 那封面出了 我記得那天 溫少林拿著那本書 走到你那裏 整本書 你很厲害 我做了五年 我不相信不夠你一個五月的英俊鬥 從那一刻開始 大家就不做朋友了 OK 但溫少林也沒有品 找人扔你 這行很多人都沒有品 但他後期又有品了 OK 我不是告訴記者聽嗎 喂 我是英俊啊 阿蓮先生 你看看他 臭脾氣 你才知道我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我當年真的啞人 我是一個新人 所以現在你就不忍了 訂東西了 我不忍了 我現在真的不忍 那你單單不和 也是你受害者 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說 那你不可以這樣說 那裏面有沒有真是不和的人 不是 有些是我壞 我賤格 我承認 OK 有些又怎樣 當年後來隔了十幾年之後 我們其實是很慘的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越不和的人 就永遠都是做兩個兄弟 拍完一套 唉 想要去散了 以後不用見 下一套又是和你做 又是做兄弟 又是做兄弟 頭都大了 經常說是兄弟不和 但事情是可以解決的 直到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後期 我們一直都沒有聊天 或者拍戲 你介不介意我做一次 可以不可以做 是 是 OK 你還想怎樣 不 我們兩兄弟 兩兄弟 哥哥 我怎樣也會幫你 嗯 OK 一咳機 是快到 還要口說了一句話 一個字 我沒有說 我小時候不會說出口 OK 好了 OK 你們這些藝人的戲這麼好 就是就這筆 心恨不可以練 不是 不是 我們不想 但公司又要安排 我們一起做兄弟 那怎樣 可以怎樣 你覺得是不是就是 爭寵、爭地位 一生不能藏二苦 你看看安德尊也有 梁榮忠也有 等等這些 你現在做的 全部都是 人品很好 他們全部都是 我都說是好人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你繼續問問問 我首先要跟觀眾說 後期隔了很多年 我們兩個做朋友 就是因為大家不知 記得溫氏倫有一個 陳梅興事件 我們兩個很有趣 世界各地的人 很喜歡找我們兩個登台 那一年我們馬來西亞登台 其實兩個都不睬 大家看都不用睬 我唱我的 他唱他的 歡迎大家回來 娛樂審四觀 審出真相 今天的題目就是 藝人不和 究竟是真還是假 除了我們一群專家之外 還有網上的陪審員 看看網上陪審員有些甚麼 Hi TV Search 微博 先看看Winnie的留言 他説藝人之間競爭 就不能做朋友 正所謂同漢與敵國 大家是敵人 不和 當然是真的 看看下面 另一個網上的留言 就是叫桂小文 他説一定是假的 很多人都認博宣傳 加上真是不和的人 會影響自己的聲譽 這些是網上陪審團的說話 亦都有些專家 剛才上一節也說過 有一個King of Gossip 即是重要證人上用 就是講不和的事件 麻煩你請他出來 好 我們先看看他的資料 Hi TV Search 梁思浩不和 我們今天的King of Gossip 就是我們的法官梁思浩 他在1986年加入無線電視 飾演一個洗脈華的角色 以爆紅 不過他就和劇中飾演他哥哥的藝人 溫少林傳不和 自此就踏上和藝人傳不和的不貴之路 要找他不和的資料 非常之容易 輕易就可以找到49,800個新聞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四萬多條 誰知道這麼少 你有沒有做出席 保守估計 因為互聯網未有之前 他已經在不和 所以不止四萬多條 那些搜尋不到 你這個人是不是很難相處 你會檢討一下你的生活 會 那麼多個有多少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一定要講真話 當然了 有哪些都一定 承受得起講真話的結果 我不是承受 因為我承受而已 好 看看剛才那些不和的事件 我逐個解釋 你們問吧 你不要假裝審人 你現在假裝甚麼審人 首先問溫少林 你們夠膽問我夠膽說 是的 跟溫少林為何拍劇的時候 剛剛入行 即是一個洗米畫的角色 一個高一個低 憑甚麼令人不和你 主角是不和的呢 溫少林 不要再生我了 我現在說真相 整件事我只是說真相一次 第二個電視我未必會說的 當年我們兩個 原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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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一個電視劇 連博士可以聽著整件事發生 當一個電視劇 當溫少林會覺得 是電視劇裡面最紅的那個 相反不是的時候 他開始對我有仇恨了 就是一個叫做香港電視的封面 當年香港電視的封面 是相當難做的 我還記得是1036期 OK 電視台打給我 叫我拍封面 我就拍了 而且我也不只一個封面 我在拍七八個封面 只拍多一個封面 但原來這個世界永遠不和 就是甚麼呢 其實整件事 從那天開始 我都覺得我和他很冤枉的 因為原來 公司電視台是叫他 拍了1036期的封面 之前已經拍了 突然之間 不知道電視台為甚麼叫我拍 我就拍了 我當年我是猛丙 我就拍了 封面出了 我很記得那天 溫宿倫拿著那本書 走到你那裏 整本書 你好東西 我做了五年 我不相信不夠你 一個五月的年輕鬥 從那一刻開始 大家就不做朋友了 OK 但溫宿倫也沒有品 找人扔你 這行很多人都沒有品 但他後期有品了 後期 那時有人告訴記者 喂 我年輕啊 阿蓮先生 你看看他 臭皮器 大家知道我是這樣 我也說你不和 我是這樣 我當年真是雅忍 我是一個新人 所以現在你就不忍了 訂東西了 我不忍了 我現在真的不忍 那你單單不和 也是你受害者 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說 那你不公雅醫 裡面有沒有真是不和的人 有些是我壞 我賤格 我承認 有些又怎樣呢 當年後來 隔了十幾年後 我們其實很慘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越不和的人永遠都是做兩兄弟 拍完一套 想要散了以後不用見 下一套又是跟你做 又是做兄弟 又是做兄弟 頭都大了 經常說 兄弟不和 但是事情可以解決 直到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後期 我們一直都沒有聊天 或者拍戲 你介意我做一次嗎 可以不可以做嗎 是 是 OK 你還想怎樣 不,我們…兩兄弟 兩兄弟 哥哥,我怎樣也會幫你 嗯,OK 一咳機 是快到… 還要口中說了一句話 一個字 我沒有說,我小時候不會說出口 好,OK 即是你們藝人的戲這麼好 就是由這筆 新聞開始練習 不是,我們不想 但公司又要安排我們一起 做兄弟,那怎麼辦 可以怎樣 你覺得是不是就是爭寵 爭地位 一生不能藏二苦 那你看看 安德尊也有 梁榮忠也有 等等這些 你…後期… 你現在全部都是… 人品很好 他們全部都是… 我都覺得是好人味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你繼續問… 我首先要跟觀眾說 後期,隔了很多年 我們兩個做朋友了 就是因為大家不知道 記得嗎 溫氏倫有一個陳梅興事件 我們… 我們兩個很有趣的 世界各地的人 很喜歡找我們兩個登台 那一年我們在馬來西亞登台 其實兩個都不睬 大家也不用睬 我唱我的,他將他的 手機睬 最多介紹他 一句,有,跟著你 溫氏倫出場 那就算了,走吧 但那天,因為… 陳梅興事件 我知道他不是很開心 那我就寫了一個辯條給他 那我說,無論如何 我們怎樣都好 十幾年做不到朋友 不要緊 希望你的困難可以早日都過到 那我就放進他的房間的門 那第二天,他在我門上 就放進他的唱片 加上一張字條 就是… 其實幾去風雨後… 嗯,很… 幾去風雨後… 我們做藝人其實很大壓力 當年可能他生我的事 或者我生他的事 其實是一些很小事 就是小事到怎樣 是一個封面 大家一輩子不做朋友 我覺得其實都挺難為的 其實整件事也不關他的事 也不關我的事 那現在沒事了 沒事… 那之後有沒有再見 之後見了 那你只要走出第一步 就已經… 將不禍心運… 還有朋友做嗎 不,因為人大了很多 那當然… 剛才那個保育也不介意說 有五個是真的 四個是被記者冤枉的 OK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問吧 有誰是你不會原諒的人 包括容祖儀、司徒發證 陳淑蘭、梁榮忠 溫少倫、陳志雲、葉孫 我得知… 這樣簡單解釋一點 這不只那麼少人 保守估計 OK,逐個說 司徒發證未值得原諒 陳淑蘭沒有關係 因為根本一向都沒有不和 是你們記者冤枉我們不和 梁榮忠 有待解決 不要讀 這個有待解決 很難 不,你逐個說 梁榮忠 精力勁 OK 司徒發證 因為當年他在電影上 他不停借我過橋 我走過來跟他說 我說司徒師傅 夠了 如果從他那一刻開始收手 我不會生氣 還要借我過橋 看到我就 哎呀,記者喜歡寫嗎 嘿嘿嘿 你好像 你好像 我從這裡收手 我和你作為朋友 你繼續寫 如果我和你作為朋友 我都覺得自己會否吉士 你這裏說的大部份都是他們辣你多 當我容易被辣 蘭子是沒有關係的 蘭子是當年 為甚麼呢 是因為他由商臺過來港臺 那些記者就幫他做新聞 喂,港臺有誰很辣 每個人都不是很出名 不如辣梁思好了 你好過橋 是 但是他過來是搶了我的位置 是的 你有沒有跟他作為 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事 就像他所說 他出名一點 這個 我和他不和 其實蘭子當年是跟Kawaii不和 但誣了我而已 他真的搶了我的位置 喂 不過記者覺得 我梁思佬的名字很小一點 很賣一點 所以就寫我 當然啦 記者夾了他 他做新聞 我到今天沒有生氣他的 因為純粹大家都明白 陳淑嵐當年說要在商臺過來港臺 他說我要下來做十大 那些記者說他來做十大 做十大你說做就做 先給點心機做好節目 謝謝你這句 謝謝 第二就是他說 無論如何都要高薪比我 如果我這麼容易給你高薪比我 我還用來做 那梁榮忠怎麼看 好的 其實我有問過 我有訪問過梁榮忠 是嗎?那怎樣 但他就好像不願多提這個往事 就輕輕大過就算了 不如這麼說 OK 是不是有錢的問題呢? 不是… 跟錢無關 如果何生下來叫你呢? 如果何生下來叫你們 拆解你們一筆和 擺個和頭走 你去不去? 你把何禮傳相拖 我只是何生而已 有很多何生的 有很多何生的 不如這麼說 其實我也想幫鍾仔說一句好話 雖然我們今天做不到朋友 我認識那些人很有趣 做不到朋友就做不到朋友 都不用全部是朋友 你問我 其實記者一直都很討厭他 是嗎? 記者就想做死他 不是… 他也說真的 我真的說真話 是真話 記者真的想做死他很久 他很驚訝 全部都是嗎? 是 記者很討厭梁榮忠嗎? 不是很多是非聽的 難得有一個人肯說他一句壞話 記者就放大他 放大他 所以記者那麼喜歡你 你經常說那麼多人說這些壞話 謝謝 有待解決 OK 那王喜呢? 王喜沒有這種事 我真的沒聽過 阿喜在你 陳志雲 陳志雲也有的吧 OK 因為王喜 記者會覺得 因為大家以為我和陳志雲不對 王喜是他的朋友 就覺得連帶不對 那是否真的不對 和陳志雲 所以這兩個不可以不說 OK 下一個 不說了 陳志雲 他閃避的 OK 剛才之前 容祖兒和安德尊這些 OK 安德尊是當年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叫做城市追擊 我當新人 我當然不會欠他的位 他是大王 因為有一次就是欠位事件 他以為我坐在中間位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坐 貼了名字嗎? 不是 我沒有坐 喂 我新人我怎會欠你 但是有一件事 但是觀眾也令我們不和 因為那些人不停打開城市追擊 說我很喜歡看梁思浩 不如叫安德尊做少一點 讓梁思浩做多一點 這樣真是不和 這樣真是不和 現在是否沒有計劃 你也不說現在的狀態 還有沒有聯絡 我大膽告訴你 我現在和安德尊是不和 是沒有計劃 答案是否OK OK 我們知道真相 我要真相 我要真相 真不和 OK 你看這個節目 看看真相 容祖宜呢 容祖宜呢 不是 不是 是 他整天寫壞事 罵他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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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怎樣 一樣是這樣 當年 葉璇的案件和梁榮忠很相似 記者很討厭他 記者很討厭他 他覺得去哪裏做事 都會惹氣不和 其實我當年和他拍了60集的電視劇 叫補習編後 大家都其實都一路 最好就是寫一個不和的新聞 第一 郭文輝人不會理他的 我特別容易惹是非 寫梁思想是最好的 我們基本上私底下到 今天我和葉璇都相當好朋友 既然記者想造死他 我就每次出來都抱著他 不斷拍照 但是繼續寫的 都是寫的 冷極 都是寫不和 沒有這樣的事 郭文輝 我想問一下 很刻意扮兵 法官這樣 這麼惹是非 他的心理狀態是否有些問題 經過這麼多年的訓練 舒雄已經很好的成長 雖然剛才他有一點情緒的反應 但這是很正常的 博士 他是一個雙面人 不可以說他是雙面 因為在藝人這一行 你應該說他有三十多四十 五十六面都可以 因為他可以控制得很好 多謝廉博士 OK 好了 馬上要結案陳詞 看看一群專家 今天的結案陳詞是怎樣 究竟娛樂圈是藝人的不和 是真還是假呢 Kawaii先 好 我認為空月來風 未必無印 好了 到小文了 一山不能藏二虎 不招人道是容錯 嗯 OK 好 到阿春麗了 你的結案陳詞是甚麼呢 江湖恩怨 江湖了斷 和不及妻兒 不要搞我家人 嗯 OK 其實三位結案陳詞 相當之好 亦都導出了 我們做娛樂圈中人 有時真的不是特別要跟別人不和 但有時踩到來 有不理由不反抗 在這裏我和所有不和的藝人朋友 說聲不好意思 有些是非不得已的 有些是我又不是那麼好踩的 OK 好了 一口氣之後 OK 散了 之後就馬上看看 最佳的陪審員是誰 Hi TV Search 微博 最佳的網上陪審員是桂小文 恭喜桂小文 下星期繼續娛樂審死官 娛樂審死官審出娛樂的真假事 下星期準時再見 拜拜